一块钱一块 这些都是你从家里背过来的 你背过来又要走多少路啊 这么久啊 走过来很累啊 所以我想这样呢 叔叔是外地过来的 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 手机没电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 前包也丢了 叔叔想请你帮个忙 你看可不可以 这两块钱给叔叔 等叔叔去买的面包吃 或者买的吃饭呢 给这么多啊 你就卖了这十来块钱都给我了 那叔叔太太太谢谢你了 那你爸爸妈妈呢 那你这些玉米卖来的钱 准备干什么呢 妈妈身体不好 这么多事啊 要把这些玉米卖完了才回去吗 那这样就是叔叔 他差这几块钱啊 然后叔叔还把这个钱还给你了 好吧 叔叔这里就两百三千了 然后叔叔把你这些玉米 拿来 给他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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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卖玉米的鞋 没事的 没事的 但叔叔就不用客气了 对吧 那叔叔就看有这么多事啊 然后你把这些钱拿回去 给他拿来 看个朋友 好吗 好 好 那你帮我弄个袋子 那你帮我弄个袋子 把你拿来 给他拿来 你帮我弄个袋子 那叔叔把你的玉米 都拥到完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回去啊 还是怎么回去啊 走路这么远 都太累了吧 那叔叔就在另外给你的 然后你自己收回去啊 收下的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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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刷鞋子掌 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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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听吧 把这钱拿到这数字看起来 这么多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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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